德宝艾玛 德宝艾玛与英国社团的艾玛并称为世界两代艾玛源流 英国社团的主要是人工矮化形成的艾玛品种 而德宝艾玛是由古老的遗传基因自然形成的艾玛品种 成年艾玛体高为76-106厘米 德宝艾玛的体征头大脖体粗 胸宽 体型匀称 那性情比较乖巧 温盛 具有极高的观赏游乐开发价值 被誉为马中熊猫 早在宋代的时候 德宝艾玛就作为贡品供奉给皇室 平朝皇帝朱元璋在位的时候 我们德宝人陈天宝就亲自骑着我们的德宝艾玛上朝见见 那朱元璋见到了古书中所记载的珍珠玛之后 龙岩大跃 于是就设有了陈天宝世纪官职 因此人们也把我们的德宝艾玛称为吉祥玛 神官发财马 德宝艾玛既能当坐骑又可以拉车不重 是当地人民重要的交通工具 那早在长毛古道的时候呢 德宝艾玛就作为商人的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 德宝艾玛拥有不俗的灵器和运动气质 即工具竞技于一身 是世界稀有的优良马种 因其体型小巧玲珑 性格温顺乖巧 深色游客的喜爱 我们的德宝艾玛分为迷你行和运动行 迷你行主要是拿来观赏的 运动行的话是拿来给青少年教学用马的 我们这个马王主要拿来观赏的 德宝艾玛马王的评选是由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主评选的 他的平衔就是身体还小身体比较匀称 然后他的体长跟身高一般差不多是相等的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留言分享订阅哦 给我点赞留言分享 点赞留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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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留言分享